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左右,来自农农村村的左右。 很多人都会问我,左右你怎么取这个名字。 因为以前我刚去北京的时候,我的名字是爱查克, 然后那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记取这个名字。 那时候我做了两个刺巾,两个Tattoo在我的脚上, 一个是做,一个是右。 过了一段时间,我是去我朋友的家,是一个新认识的一个北京的朋友。 然后他记不住那个爱查克的名字,所以他就说,叫那个谁过来, 叫那个谁谁,那个左右先生。 后来我其他的同学在那边,我其他的朋友他们都说, 这是一个好名字,你就改成这个名字。 然后我身份证啊,我那个主流证,我那个开车证,真的是写左右。 银行开户也是左右。 我去生的地方是一个很农村的地方。 是我们人口不到两百个人。 现在是一百八十七,然后我居在外面的一个森林。 嗯,没有什么,但是我们人都很好,很穿普。 有什么三个字可以代表我自己? 我觉得活泼,善良,还有笨笨的可爱,傻傻的可爱。 实话说,我是当一个演员。 我是已经当演员大概十六年,十七年左右。 然后我拍的东西不少。 很多人都会说拍戏是很辛苦。 其实在现场拍戏是我全世界最喜欢的事情。 但是你到现场不能拍戏,那个才是累。 实话说,如果我这个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不能有小孩, 但是我还是可以拍戏,那这个就是满足我的需求。 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从13年开始。 因为我看那个亚洲的地图,我就发现那个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海盗。 然后就是很好奇,那边的人过得怎么样? 那边的人在那边干什么呢?我就很好奇。 因为我本认识那个大草原长大。 就如果要开车到那个海边,最小时要开28个小时。 但我看这个海盗就是全部都是海。 我才那个十六岁第一次看到海。 所以我就来到台湾,然后我去那个花莲。 我一直听很多人都会说,哦,会有一个台风,会有一个台风。 那我听到台风,我就,OK,下雨怎么了? 所以我就是需要去那个火车站。 我想搭个车,但是也没有钱。 然后突然有一个摩托车过来。 然后他说,哎,先生,你要到哪里? 我说,哦,我要去火车站。 然后他说,哦,我送你。 然后我说,哦,不用,不用,我没有钱,我没有钱。 然后他说,我不是一个出租车。 我就看你那么可怜的一个阿兜啊,我就想送给你怎么了。 然后说,哦,好好好。 他也没有问我,我不知道什么名字,或者为什么来到这边。 他就是看到一个需要帮忙的一个人。 然后就立马就帮忙了。 从我的身上,他得不到任何的东西,也得不到钱。 而且他帮我也确实会有一点麻烦他自己。 但是他就还是很愿意做这个事情。 我真的很感到台湾人的善良。 因为我是一直在那个北京拍戏嘛。 别人问我,哎,左右你是去在哪里? 我是去那个上海拍六个月的戏。 然后我是去那个法国拍戏,也去日本拍。 飞回美国,去加拿大拍戏,去美国拍戏。 我就到哪里,到哪里,到哪里。 但是别人问我,你去哪里? 我还是说,哦,我就在北京。 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个两年内,我都不怎么在北京。 我就说,哎,其实春时节我可以选哪里? 去哪边,然后体验本地的生活。 所以我19年,我是搬到这边想体验这边的生活。 然后我还是偶尔飞回北京。 就大概一个月,一两次都是飞回去。 我最喜欢去在这边就是因为,你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可以有什么样的生活。 就比如说你去一个便利店,有很多沙拉,那个蔬菜,水果。 如果你要吃健康的东西,很容易。 而且很便宜。 然后也是,如果你要很健健康康的骑自行车回家, 你到来到去都是有那个预拜。 但是在美国走这样子真的很难,很难很难。 因为第一,我们没有什么公共骑自行车。 第二就是,除了大城市之外, 骑自行车确实不方便。 那说那个有点,我应该也需要说就是, 台湾有哪里什么不太好的地方。 希望可以改变一下。 那实实话说,我觉得台湾的规矩有一点太多。 大个比方说,去游泳池戴游泳帽。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广投人。 他是像一个保陵球一样的广投。 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头发, 但是他们还是逼着他戴一个游泳帽。 为什么? 然后我跟那个光丽这个游泳池的人聊了。 然后他就说,因为别人也是要戴啊,所以他需要戴。 我说别人需要戴,因为他们有头发,好吗? 然后他就是,最后的一句话就是, 我最不喜欢听到的话就是, 规矩就是规矩。 这不是一个回答, 这个就是一个接口吧。 真的,我每一次讲这个,我真的越来越想起。 因为真的没有理由。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个理由。 如果你是跟你的外国的朋友,你阿多拉的朋友, 不要太话中话,你可以就是直接说。 因为毕竟我是美国人嘛,所以我都是习惯, 我哪里不好,你就直接说,我可以直接改变。 这样不会那个浪费双方的时间。 有一次我的朋友就是想给我一些意见, 然后他说半天,我哪里好,哪里好,哪里好。 然后就说了一句很快的就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改变一下这个, 但是你这里好,这里好,这里好,这里好。 然后我把他说我哪里不好的那个地方, 我把他最重要的意见忘掉了。 所以过几天,我看我朋友有点不开心, 我就说,哦,所以哪一天你说的哪一句话, 其实你是要我改变一个东西吗? 他说,对啊,当然了。 我就说,那你不是直接说吗? 我们不是聊了半个小时吗?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跟你朋友, 你外国的朋友说一些意见, 希望你可以就是把前窗打开, 说两话,直接说。 在我的心里当中,这里真的是变成我的家。 因为我每一次去拆,去拍戏, 然后我回来, 然后那边有很多老人家居那边了, 然后我每一次回家, 他们说,哎,左右,好久不见, 你最近做什么呢? 你最近在哪里啊? 然后有时候我的邻居也会送我吃的, 因为他们也看我是离我的老家居好远好远, 所以他们很关心我。 然后那个前几天, 我的飞机落到那个松山寄厂嘛, 然后我就刷我住流程, 然后那个电子上面就写了两句, 就是welcome home, 然后真的真的差点没有哭, 因为真的, 是我的家,我就住这里, 一家人。